北京时间8月6日下午 在巴黎奥运会女排四分之一决赛中 中国女排苦战五局 最终2比3惜败对手 无缘半决赛 至此 中国所有大球项目 均已结束了巴黎奥运征程 首局 中国女排开局平稳 并在僵持之后突然发力 以25比23拿下首局 第二局 土耳其女排通过提升发球质量 以及利用巴尔加斯的重扣 以7比2领先开局 关键时刻 中国女排通过暂停调整之后 开始反攻 但由于无法有效遏制 对手巴尔加斯的强力进攻 所以分差长时间维持在5分左右 打到22比16之后 中国女排连得4分 并迫使巴尔加斯扣球出界 这样分差变成了2分 随后 刁林宇发了一个难度极大的弹网球 幸运神奇再得1分 土耳其女排只能短时间内连续叫了暂停 暂停之后 土耳其女排连得2分 拿到局点 接着 土耳其女排篮网再得1分 以25比21拿下这一局 双方总比分占成1比1 关键的第三局刚开始 土耳其就出现失误 但他们利用短平快和犀利扣球 连得4分领先开局 中国女排主教练蔡斌健壮 立即叫了暂停 暂停之后 土耳其女排发球出界 龚祥宇接着扣球得手 对方扣球又出界 比分变成4比4 但随后 巴尔加斯再次高高起跳 重扣得手 好在龚祥宇及时回应 咬住比分 短暂僵持之后 土耳其女排再次将比分超出 虽然中国女排一路紧追 甚至凭借袁新月 朱婷的篮网 将比分追到了22比23 并连续挽救两个局点 但最后还是功亏一篑 以24比26再输一局 总比分1比2落后 第四局 中国女排背水一战 开始就连得2分 虽然对手追了2分 但中国女排没有让对手起势 随着龚祥宇 朱婷连续扣球得手 以及朱婷的篮网得分 中国女排6比2领先 土耳其女排立即叫了暂停 暂停之后 王媛媛发球直接得分 朱婷掉球再下一成 对手追了1分之后 巴尔加斯发球失误 随后 朱婷扣大斜线 继续保持高压态势 12比4之后 土耳其女排叫了第二次暂停 暂停之后 李盈盈扣斜线再得1分 袁新月也高高挑起 完成重扣 大比分领先之后 中国女排又幸运发出一个弹网球 就连对手表现强眼的巴尔加斯 也出现第二次发球失误 中国女排真可谓打顺了 怎么打都有 逆境中 土耳其女排没有放弃 连锥4分 关键时刻 袁新月扣球得分 稳住局势 对手再得2分之后 中国女排叫了第二次暂停 我对手再次认误进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